往里点 妈 你到底怎么了 天天在公司里半仇人 我真的是受够了 公司禁止员工恋爱 太会让人性了 人力职员部不是已经说了吗 公司不是禁止员工谈恋爱 要谈恋爱可以 只是一方案 必须辞职或者调离 那万一要是哪一天我一分神 张嘴直接就喊你老公怎么办 那我就一路到底 销售经理变草根 直接打回社会底层了 你叫我去哪儿了呀 我去横眼科技那儿了 那不是有一个 三 二 我说实话 你不许生气 说 我去乌济化验手楼处了 去那儿干吗呀 你跟我在一起都两年了 房子 车 钻戒 什么都没有 连牵个手都要偷偷摸摸的 甚至把公司的同事看见 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这样太委屈你了 我想给你一份依靠 我想让你幸福 我该想求你嫁给我 好啊 你说什么 我说 好的 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家呀 一些都不重要 房子一定会有的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 认钱吗呀 好 重要的是有你 哪里都可以是我的家 魏蓝 我爱你 我也爱你 等等 我明天去登记吧 爸 走居呀 走居 走 二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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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李斌 我咋没看到你呀 你这躲谁呢 我没躲谁 我活动活动 这咋 你咋来了 我这来看看你呀 给二婶拿点水果 见外了吧 来就来吧 拿不进自个吃 你这拿都拿来了 你这气色挺好的 还凑合吧 二叔的紧张不好 大夫说了 你需要尽量 尤其是不能受到那外界的刺激 那咱回家说 回什么家呀 这天多好啊还能锻炼 就在这说吧 啊 就是还是我前两天跟你说那事 我就不要结婚买房吧 我想把放在你这儿 那八万块钱拿回来 历历的 你从小没爹没吗 你爷爷临走的时候 拉着我的手 让我照顾你 你说你二叔 我是不是相当于你半老爹 二叔你这说哪儿话呢 人家这么多年你照顾我 我现在就你这么一个亲人 真的二叔我跟你说实话 将来你要需要我帮忙的 你执一点我不再执第二点了 那还什么将来呀 那就现在呗 什 什么现在呀 其实吧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你爷爷放在我这儿了 还有你后来放在我这儿了 总共不是八万吗 你说你们把钱放在我这儿 是不是对二叔我的信任 你说我能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吗 你看现在什么部长 连银行的利息都提了 对不对 你说以后你要真要结婚了 用这笔钱 二叔还好意思给你拿八万吗 怎么不得多给你弄点 是不是 所以呀 我这一琢磨呀 我就拿这钱 我炒股了 炒股了 那 那 那后来呢 就 就没有后来了 怎 怎么就没有后来了呢 就是没了 八万块钱炒股炒 炒没了 不光是股票 还有基金 那 那基金呢 基金还不如那股票呢 不是 二 二叔你 不是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买房子钱 你坐下 坐下 坐下 不是 二叔你别闹 谁跟你闹呢 不是 你二叔你 你不能这么对我 你说我这首付钱凑不上 房子买不起 那 我拿什么娶小美啊 我跟你说 你爷把你交为我 就是让我为你的幸福把关 像小美那样 没有房子就不结婚的姑娘 咱也敢娶 她嫌弃咱 咱还嫌弃她呢 就不说别的 就小美她那个妈 那是个典型的钱串子 我跟你说 以后你跟小美真的要结婚了 她够你喝一壶的 我跟小美这么多年感情啊 她什么人我知道 你二叔啊不是那不要脸的人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有一点办法 我能低三下四地求你吗 行吧 那 那我先回去了 我想想别的办法 那二叔就不留你吃饭了 立比 你都是带烟没有 我不抽烟 那你都是有零钱吗 给二叔弄点 不 我买盆烟 你这钱这家够零的是吧 走吧 立比 立比 你回来 你这水果不是给你二婶买的吗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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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儿终于接我电话了 打打打 你打什么打 你让不让人睡觉啊 我出去玩吧 起点 不上吧 感谢观看